优优独播剧场——YK 不怕困难不怕累 幽默之间不怕黑 我有地质鬼 有幸过好每一年 带着地质鬼 开心走向新世界 对了 我又吃掉一个了 又得分咯 对啊 兜兜换你咯 谁可以让我赢啦 这是什么 不可以动 时空几盆飞起来了耶 当初 娘送我时空棋盘的时候 有说过 这个开关 不可以随便打开的 我也要玩这个 我也要我也要 不行 这是第五关 你们年纪太小 还不会玩 到时候会很麻烦的 小钱关 你教我吗 我学很快的 这一关叫做生利其境 玩游戏的人 可以进去棋盘的 虚拟世界里面 想变什么就变成什么 不想玩的时候 就呼唤 时空门 然后走进去门里面 就回到家了 你们一定要和平相处 这是游戏规则哦 我们会遵守规则的 让我们玩嘛 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耶 我们可以进去了 现在我们先选一根签 我来我来 每次都是姐姐先 聪明世界 你们可以变成昆虫 去草原玩哦 耶 铜镜启动了 你们赶快准备好 好 我可以飞 好玩哦 阿雅 你尝尝看花蜜的味道怎么样 好啊 好甜哦 花蜜好难吸哦 我好想喝果汁 花蜜的味道 花蜜怎么动起来了 帮我出去 我不要当蝴蝶了 我不要当蝴蝶 我要当小鸟 时空门 我要回家 东东 等等我 好险哦 好险哦 差一点就被猪龙草吃掉了 哼 里面一点都不好玩嘛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呢 拍动翅膀的感觉 好像人挥动手臂一样 好有趣哦 我好想再回去草原玩 嗯 我才不要回去了 每次都是姐姐在做绝地 不公平 好啦 豆豆别生气 那这次就换你做选择啊 嗯 这次啊 我不要变成小昆虫了 我要变得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啊 我变成大鲨鱼了 哟 哼 哼 大家都怕我 哟 哟 哟 这只鱼看起来很面熟哦 嘿嘿 哈喽 小布点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艾雅雅 艾雅雅 我迷路了 你可以帮我吗 你 你 你不要吃我哦 哼 你出来嘛 跟我做朋友啊 哼 哼 哼 我要吃掉你 我要吃掉你 哈 哈 哈 鲨鱼最厉害了 你不要当小鱼 我要比鲨鱼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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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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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抓到大鲨鱼了 哈哈哈 这就叫鱼鱼克鱼鱼啊 哎哟 时空棋盘游戏 不是这样玩的啦 你们都想欺负别人 互相报复 我不陪你们玩了 你们赶快回来 哈哈哈 奇怪 他们好像听不到我的声音 嗯 嗯 花花啊 你每次都抢食物 要懂得礼让哦 娘 娘 啊 小乾坤你怎么回来了 娘 阿雅和豆豆 在时空棋盘里面的虚拟世界打起来了 而且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 好像忘了自己是谁 他们是不是回不来了 玩游戏的人假如做了很坏的事 像是欺负了别人就会被处罚 然后锁在棋盘里 慢慢的忘了自己是谁 要等到自己改过之后 才能从游戏中回到现实来 那如果一直没有改过向善 就永远回不来了吗 是的 阿雅和豆豆 就会在时空棋盘里收回一辈子 那怎么办 我要赶快去救他们 但是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啊 就用这个石鹰角 对着童靖说话 他们就能听到你的声音咯 谢谢娘 哎呀 你们怎么变成怪兽了 哎呀 东东 你们不要再打了 不是小乾坤啊 你们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 啊 你是小乾坤嘛 看着 不要再打了 嗯 好熟悉的声音哦 哈 哦 你是豆豆 我们在干什么啊 为什么一直在打架啊 好奇怪哦 你为什么头上有脚啊 嗯 那你为什么有尾巴呢 嗯 嗯 姐姐我肚子饿了 我想回家 好啊 时空门 我们要回家 嗯 走吧 哎呦 好痛哦 为什么不能回家了 豆豆 啊呀 这是一个现世报级盘 如果和沐相处 就会感受到玩游戏的乐趣 但是 像你们现在做了坏事 就会被棋盘处罚 不能回家了 哦 那怎么办 你们必须找出做坏事的原因 改过以后 就能回来 那姐姐 我们有做坏事吗 嗯 明慧如意 弟子龟有说 凶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财物轻 愿何生 言于人 奋自明 呃 什么是凶道友啊 意思是说 当哥哥姐姐的 要爱护弟弟妹妹 做弟弟妹妹的 要尊敬哥哥姐姐 小朋友能够和睦相处 这就是孝顺哦 不要害人计较东西 就不会有怨恨 说话要包容忍让 就不会有冲突哦 所以你们要想想看 刚刚玩游戏的时候 你们有做到凶友递工吗 我知道了 我要爱护逗逗 不应该和他打架 我不应该喜欢比较的 其实 学厉害又不是很重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棒的地方啊 可是 你刚刚当的时候想要抓我 那是你当鲨鱼的时候想吃掉了 你们不要又吵起来了 好啦 姐姐对不起哦 豆豆对不起 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好高兴哦 吃晚餐咯 你们怎么都脏兮兮的 哪有 弟弟比我脏吧 是你比我脏吧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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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啦 哎呦 我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还有两个欢喜冤家 真叫人伤脑筋耶 神奇宝树 帝子龟 给你一身好装备 小顺又爱 修心勇敢 帝子龟 还有一双只龟眼 天上飞来小千分 帝子龟 帝子龟 不怕困难 不怕困难 幽默之前 不怕黑 我有 弟子龟 用心过好每一天 带着 弟子龟 开心走向新世界 帝子龟